最近一周内最火爆的新闻 非格斗狂人徐晓东与太极雷公的那短短十秒交战莫属 最令人震惊的是 徐晓东昨天表示他将宣布 15天内要打遍各大掌门计划 甚至还向中国拳王周世明叫嚣 可以跨界和他打一场 多位传统门派高手拍而起 纷纷向徐晓东约战 犹如倚天屠龙记忆中六大门派与明教的斗争 对于太极传人们捍卫荣誉的挑战行为 著名影星李连杰也表态支持 作为武术套路的全国冠军 李连杰正是凭借传统武术走向荧幕 并成为中华武术著名的代言人 从少林寺到太极正三方 他塑造出了传统武术文派功夫的精妙和高深 李连杰表示 在格斗平台上的太极 究竟是不是像我们上视频中表现的那样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太极 从李连杰的言辞可以看出 实战的太极拳并被人们看到的味蕾那样赢弱